打坐的初級引導 打坐的好處 你有多久沒跟自己好好相處 在忙碌的大環境中 我們努力追求幸福安定的生活 卻總是忽略自己身心的健康 靜心是疼愛自己的方式 打坐是最容易的靜心方法 唯有讓心靜定下來 才能使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哪怕一個小時只有一分鐘 安靜下來都對自己和家人有所幫助 慢慢練習不要心急 每天三分鐘五分鐘 甚至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都很好 你會發現當心安靜下來 情緒會呈現穩定的狀況 頭腦就會清新 才會擁有處理事情的智慧 科學家 科學家也曾經研究證明 修行打坐的人 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打坐不只限定於宗教人士和特定對象 不分性別年齡皆可從事這項活動 特別是想擁有健康智慧 特別是想擁有健康智慧 選擁一個安靜舒適的環境 室內室外都可以 您也可以準備坐墊 坐墊太硬太軟都不合適 要剛剛好身體才會輕鬆 你可以散排單排或是掛腿坐 只要身體覺得舒服的坐著就對了 如果您是單排 請將右腳盤放在左腿上 散排則不拘 然後將右手輕放在左手上 右手食指輕觸左手的拇指 輕輕地閉上眼睛 讓上下睫毛輕輕相處 不要緊閉雙眼 也不要擠壓眼球 感覺像是準備入睡一般 把背挺直 好像有根繩子 連接頭頂到天花板 若是我們在辦公室 或是其他場所 也可以選擇坐在椅子上 為了不讓脊椎感到壓力 請挺直背部 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二 過程當中 若是感覺痠痛 可以動一動身體 調整一下坐姿 若是感覺到疲倦 就休息一下 如果有雜念 就把眼睛慢慢睜開 一切都以自然舒適為原則 調整心理 當身體調整好之後 就開始調整心理 此時 請將所有外在的事物 全部放下 與自己的心靈對話 讓心寬鬆舒服 想像我們處在 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也許是海邊 也許是山上 或是坐在軟綿綿的 雲朵之上 只要是讓心 回歸輕柔 舒適就好 開闊空曠 輕鬆舒服 有清新的空氣 有微風輕飄 有溫暖的陽光 此時的你 只有自己 與自己 與自己的心貼近 安安靜靜 若是您有宗教信仰 可以一念聖像 或是聖好 如果您沒有宗教信仰 可以一念一切善美的好事 初學者 可以試著想像 光亮的水晶球 在身體的中心點 也就是在肚臟上方的 兩根手指 這麼做 是為了讓心 有一處依靠 不會胡思亂想 有時 我們的心 會搖擺不定 容易被外在事物影響 導致情緒不穩定 做出錯誤的決定 而使自己後悔 為了提升生活品質 一定要學會 跟自己的身心相處 打坐是最簡單 最快速 讓身心靜定 輕鬆舒服的方法 透過打坐 讓心回到內在之家 保持身心平和 情緒穩定 如此 就會有最圓滿 最快樂的 幸福人生